一個建制派 一個民主派 那些選民都很容易選擇的 但問題就是 譬如多過一個候選人是同民主派 或者同建制派 他們那些支持者怎樣投呢 首先我就是希望他們不要投白票 因為投白票就已經是對家了 很簡單 如果你自己那區有兩個候選人 都是民主派或者建制派的 那你之前那一派你怎樣投呢 我覺得如果你想你將票真的發生效用 你就投給一個你認為真的有機會贏那個 如果你投給那個沒有機會贏的 其實你又是一個對面的 那就是希望他們會細心想一想 怎樣令到他將選票發生最大的效果